文章来源东京新青年 英美各国都曾做过一项关于男人身高和择偶关系的研究 结果表明超过半数以上的女性只想和比自己身高高的男性约会 自古以来对于很多女人来说 男人的身高作为代表安全感的符号之一 在择偶婚恋中占据了很大的平凡标准 一直有着矮个子印象的日本男性也被这个身高魔咒所困扰着 就算是身为美容医院多金又帅气的小海元院长也不例外 小海元1991年出生于日本的岛根县 出生在一个医生世家的他从小就有着优越的家庭条件 从学生时代开始小海元就有着极高的爱美意识 因为不喜欢自己的胡渣 高中时他就开始了脱毛等一系列关于美肤的美容项目 高中毕业后他不负众望 考上了鸟曲大学医学部医学科 并在毕业后顺利拿到了医师证书 毕业后他也顺利北上来到关东 在千业县急救医疗中心 千业县癌症中心作为实习医生工作 工作两年后 也就是2018年 小海元转职到了一家大手美容医院做医生 因为有着经验 人脉和家底的支撑 仅仅在一年后的2019年 28岁的小海元就成为了德欧新苏院的院长 看上去小海元从出生就摸了一把好牌 一路打怪升级 走着一条普通人都很难触及的康庄大道 不过就在小海元作为实习医生的那两年中 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小海元在交友软件上认识了一位外国妹子 两人聊得火热之后便相约见面 而这次约会却给了小海元从出生以来最大的挫折和打击 外国妹子的身高很高 两人在一起非常有违和感 小海元虽说家事学历外貌样样都拿得出手 不过他的身高就有点差强人意了 成年后他的身高依然停留在了167厘米 甚至比20至29岁日本男性平均身高171.7厘米还要矮了一截 因为生活学业上一直顺风顺水是大家羡慕的对象 所以小海元一直没有意识到身高的问题 直到这一次的约会 他在女生面前始终矮半截的糟糕体验 才把小海元打击得体无完肤 即使聪明的小海元想到能穿厚底鞋弥补这个差距 但是一想到也许自己未来也会去海外居住 在人高马大的西方人面前 自己可能会被嘲笑像个小孩子一样 要知道小海元从小就非常喜欢看欧美电影 也经常会跟着父母去海外旅行 成年后他的梦想之一也是有一天能去国外生活 但以现在自己这不足170厘米的身高 小海元在外国朋友面前自然而然就会有一种自卑和劣势感 自从发现了自己身高的缺憾后 小海元就茶不思饭不想 天天在研究成年人怎么才能继续长高 学医的他深知过了成长期后外部的吃药 食不等辅助对于长高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 直到有一天小海元想起来了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 里面有可以让身体变长的一种手术 不知道在现实中是不是能够实现 于是他立马在网上开始了收集资料 然后小海元惊人的发现这项增高手术在国外竟然真的存在 而这个名为断骨增高的手术专门是针对为了治疗矮个子症和左右脚长度不一样的人 对异常的骨头进行修复和再生的一种手术 当然也有为了变美而专门做这种手术的医院 其实早在决定做身高手术之前 为了美小海元就已经做过济湿手术和鼻黏膜切除手术 而这一次为了涨高他必须到东欧的一个小国亚美尼亚去进行手术 整个手术的费用需要超过4万美元 大约折合人民币22万左右 经过一年半的努力攒钱 小海元终于筹到了足够做手术的钱 其实对于他这种家庭优越的孩子来说 一年半攒22万可能是极其简单的事 对于要砸钱去涨高这件事 小海元没有对任何人谈起 当医院的同事问起他实习结束后的安排时 他谎称自己要去海外留学 甚至连自己的家人最爱的妈妈 小海元也没说真话 就这样在实习结束后 小海元一个人坐上了飞往亚美尼亚的飞机 为了顺利进行手术 他还在当地找到了日语翻译 负责小海元主治手术的医生说 首先要延伸小海元右脚的大腿骨 同时左脚的小腿骨也要一起延伸 在到达亚美尼亚的一周后 小海元终于开始了他的手术 让人震惊的是 首先医生先把小海元的小腿骨敲断 再利用骨折 自愈长出新的软的骨头过程中 对其进行拉伸 从而达到身高变高的目的 而更神奇的是 这项手术用到的最惊人的工具竟然是凿子 整个过程都是用凿子将腿敲断来进行的 更残忍的是 因为新的骨头没法一下子拉长几厘米 只能不断地打断腿 愈合 拉伸 再打断腿 再愈合 再拉伸 每次手术要花费八小时 小海元循环网腹 一共做了三次这样地域级别的手术 当小海元将自己做完手术 进行康复的视频 发给远在日本的母亲时 母亲吓得差点当场就昏厥过去 除了手术完需要做康复练习之外 她还必须24小时装着腿部支架 无论是洗澡还是上厕所都不能脱下 手术50天后 小海元的左脚明显长长了5厘米左右 手术后的一个月后 小海元开始进行另外一侧的手术 不过第二次手术的恢复 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因为第一次手术尚且没有完全恢复 第二次手术后的康复严重考验着他的体力 甚至疼的脚都落不了地 就这样为了增高他继续接受了第三次手术 在当地居住了长达五个月之久 最后靠着轮椅才回了日本 回家后小海元依然每天进行着走路练习 在家里他花了差不多八个月才能像正常人一样 能够慢慢行走 好在小海元是幸运的 他并没有留下强烈的后遗症 身高也从曾经的167厘米变成了177厘米 完成了矮个子的逆袭 如今他的腿上依然留有手术的疤痕 但却已经不再影响到他正常的生活 刚被问到他有后悔过做这个手术吗 小海元眼神坚定地说完全不后悔 不过在日本和很多国家 这个断骨增高的手术并不被大多数医生推崇 因为这项手术有着极大的风险 失败率也极高 有的人手术后丧失了正常行走的能力 或是并发骨髓炎症留下一生的烦恼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不过我们并不鼓励和赞同 冒着牺牲健康和生命的危险去追求来的美 比起外在的高爱胖瘦 内在的善良 勇敢 谦逊等品德 更值得我们一生去坚守和追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